亲爱的旅客 不管你是如何抵达这座庄园 请相信你不会出事 但请你遵守以下规则 你还有机会离开 为了找到失踪三个月的妹妹 你来到了定位最后显示的位置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你感到一阵后怕 认真看了看手里的定位装置 那个闪烁的红点告诉你 妹妹就在附近 你放下沉重的背包 里面装满了各种求生工具和一个星期的口粮 四处还望 这里三面被大山围绕 空开的一面是一大片湖水 而你就站在面对湖水的山坡上 这是一种诡异的气氛 四周鲜花盛开 草木茂盛 却没有任何动物 而你所站的山坡 也呈现出诡异的地形 虽然是在山坡中 但这里却是诡异的平地 平地上全部生长的鲜红的玫瑰 你突然意识到 这并不是玫瑰盛开的季节 你预感这里一定不对劲 于是扎下帐篷 升好火后 爬上了附近地势较高的空地 努力向中间观望 可惜一片玫瑰密密麻麻 完全看不见中间的情况 你下去 拿出刀 准备开出一条路 明明是开着的玫瑰 却一点香气也没有 十分诡异 泥土野草的气味也没有 给双手缠上绷带后 你拿起刀 慢慢往里面移动 一直前进了大概50米 你回头却发现 刚劈出来的路 又被旁边的玫瑰挤压过去 导致完全看不出来那条路 你没有选择 继续前进 又过了大概200米 你终于来到了中心 和周围不一样 这里是一片废墟 有各种房屋碎片 你可以在上面看出烧焦的痕迹 在前面的左侧 你发现一个倒塌下来 形成三角的支架 被藤腕层层包围 里面有一个一直闪光的东西 好奇心驱使你去扒开那堆废墟 在里面你看见到了 让你后悔半辈子的情景 我叫叶连连 两天前和朋友一起爬山 准备看日出 我们一行六个人 下午就出发 准备在山上住一晚 可是发生意外了 骗你的 哈哈哈哈 我们刚到那座大山 就开始准备 野营需要用到的食物和帐篷 一切准备的差不多 另外五个人 准备去捡更多的柴火 我主动请鹰 留下手东西 没什么好怕的 他们一直在我附近 在我听得到嬉闹声的地方 景色真好 特别是那一片湖 拍个照片发给笨蛋老哥 让他不和我一起来 现在一定后悔了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突然发现 视野里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甚至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开始害怕了 但我还是先把实时位置 发给哥哥 拿起一把小刀 慢慢往上面走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我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和刚刚一样 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对了 这里没有生物 虫 鸟 什么都没有 整个森林里 是死一般的寂静 说实话 我真的害怕了 就在我打算 马上原路跑回去 找救援的时候 一朵玫瑰花扔到了我脚旁 我看见在不远的上面 有一大片平地 在上面是 模模糊糊糊的五个人影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装得气冲冲的 朝他们跑过去 这个玩笑 真是一点都不好笑 跑到上面 整个平地 尽收眼底 是一大片玫瑰花 我从来还没见过 这么大一片玫瑰花 一片鲜红 四处张望 就发现那些人影不见了 但是我发现了地上的脚印 所以我故意扭过头 假装往前走 真是眼花了 那我还是一个人 回去独享那些美食吧 听到后面的脚步声 我吃笑一声 立马回头 就看见一个小女孩 低着头拉着我的衣角 她的背后是一座巨大的庄园 简直就像城堡 我懵住了 这不是一片空地吗 太阳正好从那片湖的中间 慢慢落下 残灰照到花园里的玫瑰上 是白色中有淡淡粉色的玫瑰 我愣住了 为了提醒自己 不是在做梦 我看了一眼手机时间 六点半 实时位置还在继续 大脑还在待机 小妹妹拉着我软糯糯地说 姐姐 你的朋友都在里面等你呢 这里是我家 你们当我的朋友吧 今晚陪我一起玩好不好呀 说着 她慢慢把脸抬起来 非常不对劲 我已经做好准备 脑不出她空洞洞的双眼 不断滴着血 但是只看见一张洋娃娃 一般可爱的脸颊 粉嫩的嘴唇 我才注意到 她长长的卷发 和国务时期的 落沓沓穿衣风格 非常不对劲 我正准备跑 就看见她背后 我的两个朋友 从窗户伸出头 大声叫着 连连 怎么还不进来 里面好美呀 不对劲 有哪里不对劲 是什么来着 没有不对劲 看看这玫瑰多美呀 不对劲 我为什么来这里 没有不对劲 看看这玫瑰多美呀 对呀 玫瑰多美呀 我要进去 玫瑰多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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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了 我拉着妹妹的手 进入了庄园 你看着支架下 一具人形骷髅 和妹妹的手机 一阵想要呕吐的感觉 抑制不住袭来 玫瑰藤万 爬上骷髅的脸颊 从眼睛的位置穿出来 开了一朵鲜艳欲滴的花 不远处 还有一脚黯然无恙 好像从未经历 风吹雨打 那是一张桌子 桌子上平放着一本书 和一只古诗钢笔 以及墨水 翻开书 你发现 那居然是妹妹的日记 4月5日 今天是我来到庄园第一天 妹妹告诉我 这里叫玫瑰庄园 怪不得有大片大片的玫瑰 我喜欢玫瑰 妹妹开心地拉着我到处参观 各种古画 竹台 看得我目不暇接 她说 我很像她的亲姐姐 可惜姐姐已经不见了 爸爸妈妈也不见了 妹妹真可怜 姐姐会一直陪着你的 妹妹听到我的话 抱着我的大腿哭起来了 妹妹好可爱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 她拉着我去换了裙子 让仆人给我们准备好晚餐 和一个最大的房间 她想和我一起睡觉 她怕黑 妹妹真可爱 但是我总感觉忘记了什么 但是应该不重要吧 只要一直有妹妹就好了 我只需要妹妹 我要牢牢记住 和妹妹的每一天 所以我打算写日记 题为 玫瑰庄园 4月12日 过去一个星期了 我每天都在陪妹妹 她真是世界上最大孩子 但是我发现在每个周五的黄昏 她会被修女带进阁楼的高塔 第二天才能再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告诉我 妹妹的身体不好 每周这个时间都要去进化 今天刚好是周五 我本来打算去外面摘几朵鲜花 放在屋子里 却不小心把手弄伤了 几位女仆匆忙跑过来 替我包扎 她们说 要是大小姐知道我受伤了 肯定会责骂她们的 她们让我进屋子休息 也会摘好最好的玫瑰 送到我的房间 但是那个女仆小姐 我总觉得似曾相识 下一这个陌生的名字 我几乎脱口而出 我突然意识到 这么大一座庄园 应有尽有 除了 就 我无法意识到时间的流逝 我好像想起来了什么 但现在不是暴露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张纸条 是现代文笔写下的 妹妹的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心乱如麻 因为在这里 你根本没发现什么庄园城堡 而且 由于你法医的身份 你还是对着尸骨检查了一下 发现那是一具成年女性的尸骨 从损伤程度来看 已经死亡五年到八年左右 你放下了心 这绝不是妹妹的尸骨 妹妹从失踪到现在 最多也不过三个月 根据日记来看 妹妹可能经历了什么怪异事件 但是还有希望 在周围看了一圈后 你还发现了一面 没有完全倒塌的墙 墙上密密麻麻写满的镇子 思考过后 天即将黑了 你戴上了妹妹的手机 点着那张完好无缺的桌子 以及桌子上的日记和钢笔 墨水 一起带回了营地 准备好了晚饭 你依然什么也吃不下 脑海里不断重复着妹妹日记上的话 把日记放好 你坐在地上思考起了这一切 黄昏慢慢落下 不久天就完全黑了 你站起来准备休息 突然发现日记后面多了几个内容 是一个星期的 但是其中六天的内容模糊不清 完全看不见 而星期五的却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 并且字迹在一点一点延伸 就在日记最后几页 你发现了一张纸 上面详细记载了一些奇怪的手则 有修补的痕迹 你也看见了妹妹的修改字迹 玫瑰庄园手则 嗨朋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在你看见这张纸的时候 说明我们已经失败了 但是相信我 你还有逃出去的机会 我们的团队 及时发现了这座庄园的诡异之处 没有时间 现在记下这些规则 需要能给你逃出去的机会 你这里的玫瑰是白色的 不存在红色的玫瑰 假如你看到了红色的玫瑰 一定要装作没发现它是红色的 甚至在大脑里也不要回想 二 这里不存在任何庄园主 一定要记住 不存在任何庄园主 三目前已知的庄园主包括 男主人 女主人 妹妹 姐姐 四 如果你进入庄园 遇到了庄园主 或者被庄园主带进来 请按照他们给你的身份 配合他们演戏 五 不要试图反抗庄园主的命令 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 六 如果你意外遇到了两位 或多位庄园主同时在场的情况 请伪装庄园里任何职业的人员 出了你自己 七 不要试图打听庄园主活着时的故事 八 不要被玫瑰扎伤 你需要保护好你自己 九 你在女仆给你包扎好之后 拒绝女仆的包扎 不要用她给你的药 立马去找修女 让她们为你净化 十 你可以相信修女 但不能依靠她 她并不适合你在一方 当你有麻烦就去找她 她知道你在经历什么 她会尽所能帮助你 十一 记住你本来来到这里的目的和身份 这非常重要 迫不得已可以把这些重要信息刻在手上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十二 女主人和姐姐不会同时在场 如果你发现他们同时在马上逃跑 起码这样可以减轻你重复的痛苦 十四姐姐很爱妹妹 姐姐 啊啊啊啊 姐姐很爱妹妹 十五 如果你在扮演其他角色 时时听到他们议论妹妹不好 立马制止 交给管家处理 十六 你至少可以相信一点 妹妹不会真的伤害你 前提是你在陪她扮演姐姐 十七 不要去庄园的地下一层 十八 不要在星期五去阁楼的顶层 十九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不计的时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不需要准确 但是要精确倒天 二十星期五 在黄昏与黑夜的交接点 是他们最虚弱也是最狂躁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在这天和打扰他们 不 星期五黄昏时 是妹妹最虚弱的时间 星期五夜晚 是女主人和男主人最虚弱 也是最狂躁的日子 星期五黄昏和晚上 是姐姐最强大的日子 一直到星期天慢慢弱下来 二十一姐姐妹妹同时在场时 你不仅需要扮演其他角色 同时 不能和妹妹有任何交流 她不喜欢看见别人 占用妹妹的时间 二十二玫瑰园的地下 不存在尸体 倘若你无意看见 立马去找修女进行进化 但不要询问尸体如何处理 二十三姐姐不需要进化 姐姐不喜欢修女 不要试图让她们见面 姐姐就是修女 二十四星期五 只有妹妹需要去阁楼接受进化 女主人男主人一律关在地下一层 无论听到什么 不要给她们开门 只是会提前将她们带入地下一层 二十五假如你发现 只是没有将女主人男主人 带入地下一层 请立马躲入地下一层 不管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都不要出声 你什么都不知道 二十八庄园 不存在拐卖未成年少女行为 二十九庄园 不存在未成年少女行为 三十庄园 存在未成年少女行为 三十一你以为你们能拯救一切吗 三二 三十三庄园里 不存在你的朋友 假如你看见仆人里面有她们 记住 她们已经不是她们了 不要忘费力气去救她们 四十二放弃吧 看了这张云里雾里的纸条 你一时间还没有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觉告诉你 妹妹正在经历不好的事 守则里说 不要接受女仆 给你包扎伤口 你想起来妹妹的日记了 有提到 不安的情绪蔓延到了你的嗓子眼 虽然完全不理解规则的内容 但你一系感觉出来 星期五是个关键的时间 你拿出手机 刚好明天就是星期五 按照守则上说 星期五的黄昏及晚上时刻 是她们虚弱的时刻 妹妹出事那天也是星期五 这或许是某种桥梁 让妹妹和她的朋友们 误入了这座庄园 同时你也感觉出 这玫瑰的来历一定不简单 但是究竟哪里不对 你一时也感觉不出来 这里连晚上也是 什么生物都没有 你不需要担心有生物袭击 你慢慢看向那片玫瑰 直觉告诉你 那片地里可能藏了一些秘密 你拿起妹妹的日记 发现星期五的日记 已经完全呈现出来 4月19日 已经一个星期了 前辈留下的守则是安全的 但是还有部分不严格 我已经做出了修改 其实我明白 我时间已经不多了 按照守则 不能接受女仆的爆炸 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 所以我很可能已经没机会了 我最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一切 为了不失去对时间的感知 我开始在一面墙上画正字技术 在我之前 这面墙已经有了很多正字 我还发现了其中一些熟悉的自己 我明白 他们大概已经出事了 我尝试找出其中的秘密 这样也许就能解决 就算不能解决 也不能白白牺牲 我还可以给守则加上更多规则 以我自己来实验 我发现 他们很有可能在监视我 但是我明明留下了日记 他们却没有任何行动 还有这张纸条上的守则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 他们难道是觉得 调戏令物也是一种乐趣吗 可惜 我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 起码大部分是这样 现在又觉得我遇见妹妹 从某方面来说还是挺幸运的 她确实不会伤害我 只要我按照她的规定 来做这一切 爱她 我遇见过她的亲姐姐 在玫瑰园 长得很像那个帮助我的修女 但是我不敢问 不敢想 后面我发现 修女和姐姐从来不会同时间出现 在一系列验证下 我在纸条上加上了 修女就是姐姐的说明 我发现这座庄园 还有一个怪异的地方 晚上 地下一层总是发出一些尖叫 近乎嘶吼 直穿灵魂 很奇怪 我不觉得恐怖 反而让我觉得很可怜 就像是 一群被禁锢的小鸟 渴望外面的蓝天一般 不顾一切的嘶吼 这座庄园的秘密 也许和那些少女有关 直觉告诉我 也许弄清楚这些秘密 就能打败他们 他们应该知道了我的动作 我不知道这个行动能不能赢 所以我留下了这本日记 并且尽可能的详细继续 既然纸条能留下那么久 那么这本日记 说不定也可以 今天是星期五了 我打算实施一些行动 天刚亮 我就看见直视先生 拉着两个人引进了地下室 应该是男主人和女主人 但是很奇怪 还有一个背影 我不知道他是谁 按照规则所说 只要不去地下室 不去阁楼的顶层 就不会有事 我打算现在开始主动出击 我打算先去玫瑰园 那些白色的玫瑰 一定隐藏什么秘密 希望笨蛋老哥能看见 不 最好还是不要看见 不要来到这里 日记到这里又结束了 你一看时间 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也就是说 现在开始已经是星期五了 你想起日记本上 慢慢出现的字 有什么地方不对 哪里不对 你努力地想 但是光是一本日记 平白无故地出现字这件事 就足够让你抓狂 你看像玫瑰园 妹妹说玫瑰是白色的 你看到的是 鲜红玉滴的玫瑰 以及 字是慢慢出现的 为什么是慢慢出现 等等 你的脑海里 重现了字出现的情景 一笔一画 对 一笔一画 就像是 一个人在写 你想到了一些 让你更加惊慌的情况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这一日记 是妹妹刚写上的 星期五 连通了那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 于是你马上提笔 用桌子上的墨水 在下一页写道 连连 是你妈 我是你哥 连连 不要害怕 我在想办法救你 不要冒险 先暂时按照守则来做 等了很久 没有任何回复 日记上不再出现文字 你的心一下子凉了 本来以为 这样可以与另一个世界的妹妹 取得联系 可是希望终究还是消失了 你没有死心 靠着桌子 眼睛一直紧紧盯着日记 你怅然的向后翻了六页 突然发现 第七页正在慢慢出现文字 4月26日 好奇怪啊 006天前 看见了一丝笨蛋老哥的字 但是却在后面 完全没有回复了 今天又是星期五 老哥上次告诉我的时候 就是在星期五 有可能 星期五时 他们的能力弱 哥哥才能看见我的日记 所以你在吗 看到这里 你明白了一切 你知道 你要马上抓住机会 连连 是我 你哥哥 你说的对 我只能看见 你在星期五写下的日记 这也许和你说的能力 变弱有关系 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继续看下去 虽然还不清楚 为什么在妹妹都世界里 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 但是现在 你只期待收到妹妹的回信 白痴老哥 你真的在这里 等等 你怎么 为什么 不需要过多解释 我们都明白了目前的情况 接下来妹妹告诉我了 我这一个星期中 发生的奇怪的事 以及 上个星期五意外发现的秘密 在星期五 早上早早写好日记和行动后 我开始制定计划 直觉告诉我 我不会这么顺利 但是女主人男主人 已经被关入地下室了 妹妹对我 没有任何威胁 即使他们可以看透我的想法 却没有阻止我 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 因为我不确定 明天他们是否会对我有所行动 找了借口制走女仆后 我来到玫瑰园 想起来 这里白色的玫瑰 和真实世界红色的玫瑰 红色 我想到了血 有了上次的经验 我小心地摘下一朵玫瑰 把花瓣慢慢撕开 想象中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我一度认为 也许会从花瓣中流出血 毕竟这个世界本身 已经足够奇怪了 但是眼前的景象告诉我 我开始思考哪里出现了错误 时间 地点 人物 我蹲在地上 脑袋下要爆炸一般 但是我不能停止思考 突然 我听见前方不远处传来的 稀稀索索的声音 我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悄悄垫高一些 往外面看 我发现是几个仆人 押送着一群少女 他们慢慢往庄园后面移动 我想起来 我从来没去过庄园后面 抱着必死的决心 我开始向那里缓慢移动 直到在距离他们不远处 看见他们消失在一个洞口 是一处暗道 我走近 里面穿出来一阵阵恶臭 太久没闻到任何气味后 突然闻到这阵臭味 我直直发愣 只感觉到天旋地转 片刻休息后 我打算走进去 此时我的境地本就是洋路虎口 不能坐以待毙 撕下裙摆的一脚 用力捂住鼻子 我开始向里面走 这是一条很长的隧道 不高很窄 几乎只够一个人 勉勉强强进入 墙壁很斑驳 却没有灰尘和蜘蛛网 看来这里经常有人来 几处地面的砖 已经被踏烂 坑坑洼洼 我提着一个很小的灯笼 同时高度集中注意力 观察前方和后面 因为在这样狭小的通道中 一旦被发现 就意味着要在这条单行道上潜逃 然而被围追只是时间问题 同时我默默看着墙壁 试图找到某些信息 走了一百米左右 我发现墙壁上 开始多了一些奇怪的字符 五大卫之星法轮 星月黑色中小方块 我无法理解 打算不再浪费时间 再往前前进五十米 眼前豁然开朗 从我的位置来看 我正置身于一段悬梯的顶部 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悬梯一直延伸到黑暗中 此时我再次听到一些 若有若无的嘶吼 我很害怕 但是还是打算向下走 这次机会来之不易 绕着顶部走了一圈 在这个环形的左侧 我发现了另外的守则 而且 这个字符我认得 是我割写的 亲爱的旅客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这个地方 那么说明你已经发现了什么 相信我你已经无限接近真相 你想要的秘密就在悬梯之下 但一旦进入 你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生或是死都在咫尺之间 为了帮助您减少不必要的冒险 先做出如下守则 一旦进入这里 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 可以完全相信的人 即使你看到了你的亲人 需要你明白那都是假象 二你需要躲避任何庄园中的人 修女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你同样需要躲避 我没错啊 我只是在赎罪 我尝试过了 我做不到 我没错 我没错 妹妹的死是意外 啊 三这里没有红色的玫瑰 这里没有红色的玫瑰 这里有红的玫瑰 四记住你的身份和名字 同时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名字 一定要记在你最能注意到的地方 一定 你的思维会被他们干扰 无假如你是女生 庄园中的人意外发现了你 请立马装作妹妹的姐姐 他们会蒙上你的眼睛 带你出去 假如你是男生 请大声斥责家仆们的办事不周 同时不能有任何害怕情绪及表现 然后立马逃出去 此条方法不一定有用 但是一旦你被发现 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就把它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 六目前已知庄园主 女主人 男主人 长女 次女 长子 七假如你遇到衣衫蓝绿的少女 求你帮助她 你必须帮助她 甚至付出你的生命 相信我她不会让帮助她的人死去的 首先你必须获得她的信任 你可以尽可能多地向她询问 关于这个庄园的秘密 十二妹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妹妹可能 妹妹 妹妹需要 妹妹需要真相 十五假如发现妹妹出现在这里 在她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前 立马大声呼喊修女 同时协助修女带妹妹出去 十六 假如你意外发现男主人女主人 正在接受她们的审判 不能表现出任何恐惧恶心等一系列消极情绪 加入她们 表现出愉悦快乐 她们会使你为同类 并最大可能帮助你 十七 不要像这里的任何少女 打听关于玫瑰花的任何事 至少是大部分 假如你运气好问到了 说不定你已经具有了和庄园主谈判的资格 十八 当你遇到危险 已经无力挽救时 跑进空的牢房 大声尖叫 表现出害怕抵制的情绪 她们有一定几率会帮你 但在这之后你会怎么 我也不知道不要这样做 你会被同化 然后无限死亡 十九 不要询问牢房的刑具的用法 二十 假如你待的时间足够 你可以有机会直接看见那些刑具的用法 二十一进入后 你对时间的感知会变弱 确保你在星期五结束前离开这里 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 二十二 你以为的结束并不是真的结束 不要放松 二十五 不要相信 不要抵抗 不要 二十八 这是一个 二十九 三十跑 三十一 三二 三十三 我并没有告诉哥哥 我发现这部分守则 说实话 我对于本子上出现的字 是否就是哥哥依然抱有怀疑 即使他们的自己一模一样 假想的是他为了诱导我 说出这部分会对他们造成关键伤害的线索 那么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换个方面想 假如真的是哥哥 我并不想他牵扯进来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能感觉到 但是在我消失之前 我要尽可能留下更多线索 为了以后 意外闯进来的人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尽可能平静地 诉说我接下来的经历 在看完这面墙的规则后 我很明显感受到了几处矛盾 加上墙上的修改痕迹 我知道这面墙的话不能全信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路 我需要靠着一点运气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石 在规则后加上一句话 不要完全相信规则 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 回过头 是另一面墙 我看到了上面密密麻麻的字 是 无数个人名组成的墙 我笑笑 写上自己的姓名 假如我没成功 后人意外解决了一切 那还留有名字的我们 是否还有机会 我顺着悬梯向下走 每走一步 身后就穿来一阵阵感 我明白 规则所说的没有退路 是什么意思了 整个楼道 只有从我脚下穿出的脚步声 终于我到了底楼 向上同样看不清刚刚的风景 向前是一个类似于 入口处的涌道 但前后不过五十米 再往前走 豁然开朗 这里是牢房 但是我并没有看见 任何一个人被关在牢房里 铁笼已经生锈了 但是可以看出烧焦的痕迹 这里发生过火灾 火焰侵蚀了血液的残疾 继续向前走 气味逐渐变浓 它们对我的精神控制逐渐变强 我不知道还能在这里坚持多久 我向着中心前进 烧焦的气味 甚至让我觉得眼前蒙上了一层烟 刺得眼睛干涩 继续前进 我发现了地上有一片红色的 看不清楚的 影子 我开始警惕 走近后 我发现不再能闻到刺鼻的气味了 眼前的烟也不存在了 地上是一片 盛放的红色玫瑰 我并不确定墙上的手则是否正确 但红色的玫瑰在两个手则上都有提到 这是一个关键 我开始努力暗示自己 不存在红色的玫瑰 不存在红色的玫瑰 快看看吧 红色的玫瑰多美啊 不存在红色的玫瑰 看看吧 多美啊 存在红色的玫瑰 你是对的 存在红色的玫瑰 看看吧 熟悉的晕眩敢袭来 我感觉自己好像走在无数人体堆起来的地上 我明白现在已经在劫难逃 大脑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跟着他们向前走 却不知道怎么来的 突然 一声尖叫撕破这几乎凝固的空气 重新掌握身体的控制权后 我几乎立马回头就跑 却被身边一个人拉着跑 重新回到安全的位置 来不及喘气 我警惕地看着拉我的这个人 是一个衣衫褂褛的少女 我再次想起来守则 她不会伤害你 我并没有帮她 又怎么能获得她的信任 她又怎么会帮我 所以不会伤害我 说不定是假的 说不定这是一个更深的圈套 我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帮我个忙 我帮你逃出去 什么忙 帮我摘一朵红色的玫瑰 然后带出这里 不存在红色的玫瑰 我刚刚才从幻觉中逃出来 果然是圈套我这样想着 不是圈套 我和他们不一样 可以说我是被孤立的那一个 确实存在红色的玫瑰 相信我吧 而且你没有退路了不是吗 如果我没来你确定 可以从那里逃出来吗 两了相望 静无与宁耶 她说的对 尽管我不信任她 路上和你慢慢解释 你可以问我你想知道的 看来你是幸运的一部分 你们那个守则不是说了吗 好 我帮你 但是玫瑰由我来保存 看来玫瑰花对她来说很重要 要是被她暗算 我就带着玫瑰一起毁灭 你看着妹妹的字 快速出现在纸上 写得很急 你明白 留给你和妹妹的时间都不多了 你并不清楚 妹妹那个世界的时间流失规则 但可以明显感觉到 在和你建立起联系的一刻 那个世界的时间变慢了 你想到妹妹说的一切 你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猜测 此时已经接近凌晨 即将日出 下午黄昏时 你将会把猜测正式付诸行动 但是现在还需要更多线索 不只是妹妹那边的 既然现实中 确确实实出现过这个庄园 出现过玫瑰园 你明白 要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也许从现实入手会更加轻松 你在网上输入玫瑰园 少女拐卖 火灾等关键词 可惜一无所获 你想到庄园的结构本身 并不是国内在几百年前会出现的建筑 你架上桥 连通外网开始搜寻 同时关注着妹妹日记的更新 她带着我进入了一间牢房 里面有一朵盛放的红色玫瑰 按照她的指示 我走进牢房 小心地摘下 正要向外走时 却看到对面牢房中 一位少女被绑在十字架上 鲜血通过她的手臂慢慢低下 她穿着单薄的白色睡裙 然后我看见 旁边的类似手术刀的东西 自己移动了 在她的肚子上 慢慢划出一道道伤痕 我看见 她的肚子是空的 没有内脏 光慢慢向前延伸 前面的牢房 都在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们或尖叫恐吓 或奋力挣扎 或放弃痛苦 假如人间有炼狱 我想这里是最接近的地方 我的视线慢慢从远处 回到和我同行的少女身上 我看见她的白色睡裙 慢慢被血染红 正当我以为掉入了陷阱 打算鱼死网破时 她垂着头走近我 我们走吧 然后她拉着我离开了 任凭她拉着我 我没有抵抗 我什么都没问 她告诉了我一切 玫瑰庄园往事偏 她出生贫寒 以为这一世将会结束在冰天雪地中 她叫玫 本就应待在冰雪中傲力 却被玫瑰庄园的庄园主 好心收入成为他们女儿的贴身女仆 他们让她在那几年过得很幸福 她经常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 小姐说过喜欢玫瑰花 可这庄园明明叫玫瑰庄园 却是一朵玫瑰都没有 所以她悄悄用自己存下来的钱 买了很多玫瑰种子 她告诉自己 几年后这里会开门玫瑰 小姐最喜欢的白玫瑰 所以她每天悉心照料 庄园的外围被打整得干净整洁 因为不久 玫瑰将在这里开满整个春天 以后花开的日子 她都会觉得很幸福 这里会永远都是春天 她再也不用害怕被抛弃的冬天 花还没开 庄园里有了第二位女孩 她生的可爱乖巧 蠢弱蜜桃 眼睛里透着光 淡淡的粉棕色卷发 可惜她极不幸运 她自生下来就有严重的疾病 且始终无法医治 那段时间 小姐不再有心思陪我去看玫瑰 要超过玫瑰 我喜欢小姐 也喜欢妹妹 超过玫瑰 我会一直照顾她们 慢慢的 不知男主人从哪里讨来的偏方 有了一些作用 妹妹慢慢好了 玫瑰开了 洁白无瑕 我带着她们一起去看玫瑰 玫瑰多美啊 我以为会一直这样 直到我在地下室入口 看见小姐慌张地跑上来 然后把我带入阁楼 告诉我的真相 妹妹的特效药 是人的心头血和内脏 母亲同意这个勾当 是因为她听了少女的血 可以维持年轻 父亲则是为了救妹妹 不惜牺牲无数条生命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少女都是奴隶 是付了金钱的交换物 哥哥外出经商多年 根本不知道 家里已经荒唐到这种地步 我虽然一心救妹妹 也想着用某些偏方 但是我没疯 疯子才不管人类相识 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 他们都被眼前的事 蒙闭了双眼 我不会放任下去 我写信告诉了哥哥 并告诉他 自己已经想办法开始处理 送信需要一点时间 我相信哥哥看到后 会立马回家 我只需要暂时停止 首先就是切断源头 所以我打算假装外出驯药 慢慢查清楚这一切 小姐走了 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 照顾妹妹 阻止她吃药 我逐渐淡忘了 一望无垠的玫瑰园 这天是星期五 少爷约定回来的日子 也是小姐彻查清楚 回家的日子 我早早来到玫瑰园 想摘下最好的玫瑰迎接他们 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玫瑰园里的白玫瑰 变得很少 反观入眼 几乎都是鲜红的红玫瑰 他们让我感觉到侵略性 攻击性 但是似乎隐含着一种可怜 远处有人影晃动 我悄悄跟上去 发现 他们正在向地里掩埋尸体 想到无数条生命 想到我的玫瑰 最后居然要从窟窿上 生长出纸条 我开始从心里感到恶心 此时我只感觉 活生生象 站在无数人柔软的尸体上 只觉得头晕目眩 但我还是努力保持平衡 跟上去 发现一处暗道 似乎是通向地下室的 进去入口 是一条极窄的涌道 我沿路坐下符号来标记 然后是悬梯 我尽量小心不发出任何声音 我回到庄园了 看见妹妹正在喝药 就立马制止了她 没看见没 她应该去执行我的计划了 哥哥还有几个小时就到 我查清楚了一切 真相却让我顿感失利 无从下手 他们竟然是主动将女儿送到狼口 因为 生存 他们没有土地 却生育着众多儿女 他们无力支付高昂的租用土地费 却同时还要承担高昂的税收 他们迫不得已只能卖出女儿 男孩是家里的劳动力 是主要收入来源 所以 只能是女儿 还自我欺骗 女儿进入了庄园 是做女仆的 至少吃得到饱饭 但是 哪个庄园会每个月招收数百位女仆 还持续了一年呢 我想过 发放救济 减少税收 土地免费供他们生产粮食 但是这样会导致大量群众 涌入这一片土地 间接损伤其他地主利润 终究是杯水车薪 或是改变政策 全国范围 当多方建议信石沉大海 我才明白 我面对的不是这一个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背后隐藏的腐朽 我面对的是整个社会 我无能为力 但是我至少可以暂时解决庄园的一切 我是玫瑰庄园的长子 常年在外经商 结交了不少上流人士 不久前 收到了妹妹的来信 这种事 在贵族圈子里并不少见 但并不代表 可以见识不管 况且已经涉及了我家人的性命 一切事物处理完之后 我立马动身赶回家 六年 它在我的记忆里 只剩下虚无缥缈的残影 导致我完全无法把记忆里 过于美好的庄园 和眼前的景象联系在一起 我只看见 熊熊大火已经蔓延到整个花园 滚滚黑烟翻腾着 咆哮着 从一切腐朽中爆发出来 我看见 无数人影挥舞着双手 想通过小道从地下室跑出来 我看见 二楼的大厅 有两个相互拥抱挣扎舞动的身影 我看见 阁楼的最高处 有一个孩子站在窗口失足掉下来 我看见 一个少女坐在花园的火海中哭泣 再次睁眼 这里只剩下了一片废墟 一朵花都没存活下来 人也是 足足三年 我才开始接受这一切 我找人重修玫瑰庄园 却总是在一个星期后发现工人全部消失 空荡荡的一片废墟没有丝毫人烟 甚至连生物也不存在 在一个黄昏 我重回这片废墟 在地上看见了浴火重生的玫瑰幼苗 懒洋洋地从泥土中舒展绿芽 我在释怀 但是我从未放过自己 假如我早点放开手上的食物 是不是就可以挽救一切 你还有机会 谁 你还有机会 告诉我怎么办 用你来换 我怎么信任你 碰彻心扉的痛苦让我忘记了害怕 我可以让他们活过来 但是你要一辈子守在这里 再也没有来世 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况且 一切都是你们亲手造成的不是吗 伴随着嘶吼声 我捂住耳朵 声音还是不断直接从脑海中产生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他们 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如果不建立联系 也永远无法触及这个世界的我们 但是 我同意 再来一次 我会挽救这一切 避免这些结局 也可以避免遇见他们这一件事 再次抬眼 黄昏的残霞 透过湖面的雾 穿过树荫 落在眼前的玫瑰上 眼前是安然无恙的玫瑰庄园 哥 你回来了 两个妹妹跑下楼冲向我 父母站在一旁 立起眼拥抱着 我被突如而来的惨剧 刺激地封闭 又被眼前出手可及的幸福麻醉 才没发现 心脏病的妹妹 怎么突然可以跑步了 我试图补救一切 却将他们推向更深的深渊 最终陷入无法可救的死循环 玫瑰庄园往事偏 完结 我不恨他们 如果不是他们 我早就死了 小姐的计划失败了 我被发现了 我并没有放走他们 连同他们一起葬身火害 但是我没有办法替他们原谅 所以他们的怨恨留下来了 这是沉默很久后 他对我说的三句话 我省视四周 稍交的痕迹 不断循环重演的虐杀过程 庄园主可疑的行径 似乎都在佐证 他并没有欺骗我 摘下这朵玫瑰花 他只是想摆脱诅咒 离开这里 他带着我 走过一片迷漫着沼气的地方 我看见在前面 有两个身影 在火光中挣扎 不时发出狂笑 而他们的背后 则是一群黑压压的 没有具体形状 可以描述的人形轮廓 他们疯狂的嚎叫 大笑 鼓掌 我明白了 他们不惜一直重演 自己经历的痛苦 也要报复虚假的他们 我感受不到复仇的快乐 也感受不到重演的痛苦 你看了妹妹的日记 同时在网上 发现了相关的历史资料 看到了黑白照片的玫瑰庄园 不知道为什么 他给你一种熟悉感 像是久别重逢 你看向妹妹的日记 发现日记已经不再更新 你明白在妹妹的世界 星期五已经过去了 和你没有联系的时间 会很快过去 但你并不确定 七天需要多久 你不打算继续坐以待毙 你拿出铲子 像玫瑰的根部开始挖掘 可惜开始并没有什么收获 你开始怀疑是位置错误了 毕竟过去那么久 原本的花卉向外生长 你把妹妹的日记和钢笔 放在背包里 从原先开除的一条小路 走进花园中间 在那片废墟 你发现了新的文字 那是一面墙 斑驳血迹斑斑 比旁边的其他墙来说 古老了许多 上面写满了名字 你发现了妹妹的 还有 你的 就在那些名字的最中间 吊骰的最厉害 已经快要看不清 你运用你的专业知识 很轻松就发现了 你的名字明显是最先写上的 但是你明明从未来过这里 你想起看到照片时的熟悉感 从心里不由地 慢慢升腾起一种焦虑 旁边还有一面墙 写了一些奇怪的 规则 但是已经完全无法看清了 你只能看清一条 一进这里 意味任何已完相信 即被看到的亲人 西明是假 你看了一下时间 发现已经中午两点了 距离黄昏的时间不多了 你开始向下挖掘 我写完日记 发现哥哥已经不再回复我了 我明白 我的一天过去了 下星期是我最后的机会 活着或死去 都是最后的安排 他们应该已经通过 读取我的想法 知道了我的大体行动 这个时候 我的计划越是详细 越是周密 反而不攻自破 我打算随机应变 不去想里面的细节 我站起来 在墙上刻上正字的最后一笔 然后慢慢转头 看着桌上的红色玫瑰 他获得了自由 我再也没见到他 他和他们 都不应该继续困在这里 你看着眼前部分 裸露出泥土的尸骨 难以想象这片土地 究竟埋藏了多少挣扎的灵魂 从尸骨的破损程度来看 有死亡时间 从两年到五十年不等 还有受损更严重的尸骨 无法确定具体死亡时间 但是可以感知出来 时间远远长于五十年的时间 另外 你发现了这些尸骨 都有的一个共同点 存在火焰灼烧痕迹 联想到妹妹的日记 你大概已经明白了 整个事情的原委 看着现场的挖掘痕迹 你已经做好了 连接那个世界的准备 然后用自己携带的本子 做好记录 和妹妹的日记放在了一起 你并没有信心 可以做好这一切 但是你可以为后面的人 留下宝贵的资料 你小心翼翼地 将两本本子放在桌空里 将桌子放回原位 那是一个倒塌后 形成的三角区域 刚好可以用来 躲避风雨和烈日 你明白 妹妹的日记 不会再更新了 发生了什么 你也非常清楚 人间呼晚 山河一丘 太阳逐渐落下地平线 残阳透过密集云层之间的空隙 发散下一道的光束 光束透过树叶 透过雾矮落在玫瑰上 白色的玫瑰随风舒展 尸骨全部消失 当最后一缕阳光落下 你抬头 看到了彩色的玫瑰庄园 玫瑰很美 进来看看吧 你拉着妹妹 走进了玫瑰庄园 谈判失败了 这是一个陷阱 是吗 从头到尾 不都是你们的需求吗 我们只是满足你们的愿望而已 不是吗 你们以为能改变一切 可是尝试了多少次 恐怕你们自己也记不住了吧 放弃吧 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 我跟随妹妹最后的定位找到了这里 这是一片空地 撞满了红色的玫瑰